但是从黑光中透出的那一丝翠绿 却无法瞒过韩丽的双目 再加上此女身上散发的精纯到极点的木灵气 韩丽几乎八成可以肯定 木青是一个罕见的木灵之妖 就是不知道她的本体是何种灵木了 至于那白发美妇呢 一身阴气凝厚之重 则是韩丽生平谨见 再加上刚才几位妖王的言语 韩丽同样猜出这妇人是一名鬼妖了 只是此妖几乎把鬼物之躯凝练到和常人一般无二 可见神通之大 不过也因为如此 韩丽注意到袁瑶身上同样阴气不薄 似乎也不是常人之躯了 但是又不像妇人般是真正的鬼物之身 此女似乎另有一番机遇的样子 至于严厉身上呢 也和袁瑶一般的情形 不过从二女散发的气息来看 也都有华神初期的实力 袁瑶二人如此低的修为 却被白发美妇戴在身边 看来不是深得宠信 就是另有什么缘故了 这几名妖王的议论呢 没有持续太久 偶尔有些不同的争论 则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 很快就解决了 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六祖等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商讨完毕 当即起身告辞 穆青不敢怠慢 从金花上下来 亲自恭送其他妖王 两名血袍人走向殿门的时候 正好路过韩丽的身边 其中一个靠近他的地穴老怪啊 一扭头冲着韩丽怪声地问道 我派去的两名血傀儡 是不是被你灭了 韩丽略意迟疑 躬身老实地回答 的确是晚辈灭杀的 先前不知道是前辈手下 还望前辈不要怪罪 区区两个血傀儡 我还不会放在眼里 但是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以后替我做一件小事 就此抵消此事吧 韩丽的耳里 想起了地穴老怪的传音 韩丽一正抬头在望去 两名血袍人已经从他身边 栩栩走过 仿佛刚才的传音根本不存在一般 韩丽眉头一皱 暗觉得自己啊 又有麻烦上身了 白发美妇和袁瑶等人 是最后出去的 同样从韩丽旁边走过 但是白发美妇呢 只冲他微微一笑 并没有说什么 袁瑶则面无表情 仿佛没看到韩丽似的 倒是严厉眨眨眼睛 看向韩丽的眼神 闪过若有所思之色 韩丽目然嘴角一动 虽即神色恢复如常 但一只缩在袖袍里的手掌 却突然五指一合 握成了拳头 一见穆青等人都先后走出大殿 血毒冲着韩丽笑道 恭喜韩兄弟啊 几位大人对韩导有失 器重有加呀 有何可惜 在下现在还对这一切稀里糊涂呢 血前辈可知那驱雷之道 是什么方法 真可以让辟邪神雷 威力大增吗 韩丽半信半疑地问道 血毒一笑 真的详细解说起来了 有关此事 我还真是倒知道一点 在上古的时候 辟邪神雷在灵界 可是赫赫有名的智木神雷 是五行真雷之一 砖破魔器邪物 论威能 远在我的天罡血雷之上啊 不过 此雷需要特殊的法门 祭炼驱使 否则 威能不能发挥 十之一二 在上古的时候 灵界已施地狱 是被几个上古大族 联手统治的 其中的邪龙族 因为此雷对他们克制 竟搜尽了各族的天雷族 并将其毁坏殆尽 让辟邪神雷 几乎在灵界就此灭迹了 驱使此雷的法门 也就渐渐含有人知了 起码 血某我是不知道的 邪龙族 韩丽在人族的时候 似乎从来没听说过 灵界还有这么个一族的 血毒轻描淡写间 说出了一件上古的密文 韩道友是不是从没听说过此族啊 这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当年这几个上古大族 对灵界其他种族过于欺凌 最终被大部分的种族联手灭杀了 不过这几族实力太强大了 当年的灵界诸族也同样被灭了十之七八呀 现在的灵界大族都是在那次大战之后强大起来的 否则哪容得上他们在灵界称王称霸呀 而邪龙族等名称自然就含有人知了 韩丽听得有点发晕了 如此大的是怎么人族和非灵族的典籍中从来没有记载呢 他心中奇怪忍不住问起此事 我说的上古时候啊 是灵界初开 诸族刚出现的前古时期的事 你们非灵族当时还未在此界出现 自然不会记载这些事了 哦 原来如此啊 据人族典籍记载 人族在灵界出现的时间 应该还在非灵族之后 没有记录这些事倒也不是奇怪的事了 就在韩丽和血读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时 殿门外脚步声一响 穆青从殿外走了进来 血读和韩丽口中话语一指 上前给这位妖王见礼 穆青点下头 深情一晃 坐回到金色巨花上 然后一言不发 单手拖起了下巴 此女似乎有什么事情难以拿定主意 好一会儿没有任何的语言吩咐 韩丽有点惊讶 下意识地望了一旁的血读一言 血读呢 却面色平静异常 似乎对眼前的情形并不感到意外 黑光中传出了穆青的话语 韩道友 你听好了 我不管你如何想的 但是在两年内 必须给我掌握辟邪神雷的驱使法门 如此的话 在鬼婆子那边的两年 我自会帮你推却掉的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韩丽神色一动 只能苦笑一声回答 目前没有令 晚辈自会尽力的 你最好尽力 否则我不会白白让你跑到鬼婆子那边的 穆青的声音突然冰寒了起来 韩丽心中一沉 只能沉声不语 三日之后 你搬到我穆青洞中去 这两年 我会亲自指点你驱雷之道 血读 血识之事 这两年全部交给你处理了 穆青一转头 用不容质疑的语气吩咐说道 是 主人 这一次血读意外了 但马上反应过来应声说道 韩丽也是证了一证 好了 我有些累了 你们下去吧 吩咐完毕 穆青挥了挥手 韩丽和血骄自然只能失礼 退了下去 一出了大殿 血读突然对韩丽说道 哎呀 韩兄啊 你机缘不小啊 竟能让主人亲自指点你修炼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事啊 哦 是吗 在下还不知道两年时间 是否真能修成驱雷之道呢 哈哈哈哈 主人既然这么说 肯定是有把握的 韩兄弟无需多心啊 啊 薛某还有些要事要处理 就此先告辞了 血读哈哈一笑 随即身上血光一现 顿时化作一道血光 远去了 韩丽站在原地 双目微眯 看着血光在空中消失不见之后 才一转身 向自己的住处 徐徐走去 没过多久 韩丽就身处阁楼之中 把禁止打开 彻底遮蔽了其他人偷窥的可能 他脸色一沉 盘腿坐在床上 目光闪动不已 扮上之后 他忽然抬起一只手掌 五指一分 露出一个手心里 在其手心中 莫名地多出一个 米粒大小的黑纹 宁神细望之下 赫然是一个 圆字 见到此字 韩丽脸上浮现出一丝古怪来 如说先前还对袁瑶身份 有些半信半疑 此刻却全然不已了 这个字符 就是在袁瑶从他身边擦肩而过的时候 无声无息 出现其手中的 其中这一过程 一丝灵波都未散出 连木青美妇等可怕的存在 都没有发觉分好 以一鸣区区化神级的存在 能做出这等事来 实在是有些骇然了 难怪韩丽神色如此的异常 伸出一根手指 往指心中的圆字轻轻一点 指尖发出一抹绿光 把此字擦拭掉了 韩丽双手缩回袖中 神色不定 静静地思量起来 过了片刻 他木然又伸出了一只手掌 一声嘀嘀的雷鸣 一团金色的雷球 凭空从手中浮出 拳头大小 体积微微地胀缩不定 表面一根根金灿灿的电丝 更是闪烁不停 韩丽看着此雷球面无表情 双目却一下微眯了起来 当年 韩丽无意中催生出金雷竹 并炼制出七十二口轻竹风云剑 从而可以借助剑中辟邪神雷之力对敌 可是从未想过 此雷垫还有这般大的来头 并且还另有什么特殊的驱使法门 若是真像这些地缘妖物所讲 辟邪神雷是灵界五行真雷之一 号称什么至木神雷 威力可以增加十倍以上的话 那么威能之大实在难以置信了 立刻可以成为他的杀手锏之一了 不过辟邪神雷之事固然是好事一件 但是要韩丽去什么明河之地 并且这些妖王如此大肆的炼制 鬼兵傀儡 风险之大 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自己一个不小心 很可能陨落其中的样子 好在呀 听对方的口气 起码要六七年光景的准备时间 他还可以仔细斟酌 看看能不能想出什么避险方法来 当时能在此地重新遇到袁瑶 不可谓机缘不小啊 当年袁瑶不惜自毁金丹 也要让严厉还魂自然值得敬佩 但如此多年过去了 对方是否还是这般重情重义 这可就不好说了 毕竟人心最为善变 但是看袁瑶的意思 并不愿暴露其相识之事 这倒让韩丽暗松了一口气 虽然冒充非灵族之事 不算得什么必须隐瞒之事 但是韩丽仍不想让自己的真实来历 被这些地缘妖王知道 韩丽心中默默地思量着 说起袁瑶来 他脑中把当初和此女 数次见面的情形啊 回忆了一番 当一起在虚天殿的密室里 见到此女用灵犬洗玉的情景时 此女完美无暇的同体 不禁在脑中一闪而过 让韩丽心中生起了一丝波澜 但是马上南宫晚的身影 在心里涌现 随即清除异常 充断整个韩丽的心头 哎呀 如此多年过去了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 南宫晚在人界 应该也进阶到化神起了吧 不知何时 她才能和自己的爱妻 重新在灵界相聚呢 南宫晚的阴容相貌 在韩丽的脑海中翻滚不定 和爱妻在天南双宿双飞的情景 更是连连不断地出现 韩丽的脸上显出了一丝笑容 整个人陷入了温馨的回忆当中 许久之后 当南宫晚的阴容渐渐消失 但是另一张娇艳绝伦的面容 出现在韩丽的心神当中 同样让她身处往昔的回忆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声长长的叹息啊 韩丽终于清醒过来 脸上患上了苦笑之色 没想到被袁瑶的往昔之事 一刺激 竟让她心神失守了如此长的时间 这也幸亏 父亲无心怀恶意之人窥探 否则那可危险了 不过 她既然一时无法离开地渊 和袁瑶总有机会再见面 和其在联系之事 倒不用急于意识 韩丽的心中慢慢思量着 脸上再次出现了思量之色 三日之后 站在了一座小山面前 望着眼前几乎连石头 都是晶莹碧绿的诡异山壁 一丝亚瑟在目光中一闪即逝 这就是本作用来闭关修炼的木精洞 此地木灵器之浓郁 即使在整个灵界也不多见 修炼木属性功法之人 在此洞修炼 足有数倍的修炼效果 一旁的木青傲然地说道 当韩丽按照吩咐 三日之后来见木青的时候 此女带着她翻过几座大山 进入了一片充满尽致的迷雾当中 终于在这诡异之地停留了下来 这里已经离原来的住处颇远了 此女竟把修炼之地设在这儿 的确是大出常人预料 不过眼前的绿色石壁光滑如镜 哪有什么洞窟啊 那木青洞在哪呢 韩丽神念往上面扫了数遍 并没发现什么异常 面露一丝古怪之色 木青几步走到山壁前 单手往上面轻轻一扶 石壁上一抹绿霞闪过之后 无声无息裂开了一个大口子 露出了一条直通其内的 翠绿色的通道 通道入口 被一层绿蒙蒙的光幕封住 同时在入口的四周 有一些古怪符文在附近石壁上引现 显得神秘异常 韩丽满是恶然之色 石壁后的有这么一个通道 以韩丽的神念之强 都没有发现 看来这些地缘妖王啊 果然有一些匪夷所思的神通 还真得多加小心了 韩丽心中一领 木青身形一晃 率先走进了通道 绿色光幕对他丝毫影响都没有 韩丽迟疑了一下 自然跟随其后 结果呀 不知道木青先前动用了什么手脚 光幕同样没有阻挡他分毫 大半在二人进入光幕后不久 整面石壁光滑一闪 通道入口就此消失了 不光如此 不久之后 整座翠绿石壁同样光芒一暗 普通无奇起来 另一边呢 韩丽跟着木青 在通道中足足走了好一会儿的功夫 在眼前豁然一亮 出现在一间不大的厅堂里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